重庆道路究竟有多复杂 导航已经崩溃 专制不服的老司机 重庆的道路交通啊 恐怖程度 敢说第二的话 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敢说第一 导航来到这里也只能犯迷惑 来到重庆的话 你认为自己来到了最高层 其实啊 还没有走出第一层 任何地图来到这里啊 都开始签认了起来 百度地图就交给了高德地图 高德地图啊 就直接摆烂了 导航立马结束 那么重庆道路交通究竟有多恐怖呢 说到这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 支持一下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其他地方出行 压根啊 就不需要看路线 直接交给了导航 导航啊 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完全就不需要你操任何一份心 但是如果你来到了重庆 还是抱着这种心理的话 那真的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地图当中 最出名的除了百度地图 就是高德地图 但是他们两个来到重庆的话 那真的都是败家镇来了 哪怕是这两个地图轮番上阵 想要在重庆找到一条正确通往目的地的路 也很是困难的 重庆的道路没有最复杂 只有更复杂 你出门 以为自己在一楼 但是仔细一看的话 你会发现自己呀 其实是在八楼 在重庆开一趟车呀 不是你疯就是导航疯 重庆的道路交通到底有多恐怖呢 导航在其他地方 那真的是没有他们不会走的路 但来到了重庆的话 那他也只能是弟弟般的存在了 走到哪儿哪儿不会 认为自己头发呀 特别茂盛的朋友 来重庆开几趟车之后 估计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重庆简直就是一个山路十八万的城市 每一条道路都可以到达重庆 但是呀 这一条路要走多久 那真的是谁都说不准的 第一次来重庆旅游的朋友 从刚下飞机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自己会成为一个大运种 因为来到这里 你会感觉到人生地不熟 就连导航都帮助不了你 不少的朋友还觉得 在重庆最厉害的工作 不是当高管做办公室 而是能够成为重庆出租车司机 因为啊 他们能够摸透重庆的每一条道路 都说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但是啊 如果你来到了重庆的话 你会发现 也不能够相信楼层 明明自己就在十楼 但是一出门 又会给人一种在一楼的感觉 在重庆啊 这里没有东南西北 只有上下左右 在居民楼里边啊 居然有地铁都能够经过 这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估计啊 牛顿在研究外游引力的时候 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 重庆的道路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不少地方的老司机来到重庆 都会在重庆的道路面前甘拜下风 因为压根啊 就是不会走的状态 左转一下 右转一下 头都会转晕了 本来想着在这里啊 创出一片天地 征服重庆的道路 结果一波操作猛如虎 一看呢 却是纸老虎 一开始就被重庆的道路给征服了 如果自己不会开车的话 那真的就是麻烦大了 看来啊 重庆的道路果然是名不虚传 要是新手来到这里的话 真的直接就凉凉了 在重庆这样的道路数不胜数 除了路以外啊 重庆的房子构造也是非常的奇怪 有时候你感觉自己在一楼 但是只要你抬头一看的话 立马就被吓破了胆子 因为啊 其实自己已经到了二十多楼了 来到重庆对于这种情况 完全不需要感到惊讶 因为啊 这是属于重庆的特色 在这里 不管是房司的构造 还是道路的设计 总是能够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 除了惊喜之外 更多的是感觉到恐惧 你认为 你能够征服重庆的道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